HELLO大家好,我是磯磯磯磯磯頻道 那麼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 最近神魔蠻熱門的話題 也就是神魔是不是變坑了 好,那會想要聊這個話題是因為 我在巴哈上面有看到一篇文章喔 他這篇文章詳細的列舉了 最近神魔變坑的一些改動喔 那其中幾項我看了是非常的有感覺喔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呢 我們將會結合這個巴哈上面的文章 以及我個人的看法 來跟大家聊一下 近期神魔變坑的這個改動喔 那大家如果說有更多的看法也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下你的想法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變坑的第一個改動,拔掉保底前機率提升 第一個變坑的改動是抽到大獎的機率降低了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在以前的抽卡機都會多這一段敘述 當你越往保底邁進 事實上你抽到大獎的機率是逐步提升的 但現在的抽卡機完全移除掉這段敘述了 所以以這個結果來看 現在的抽到大獎的機率確實是比以往還要低一點的 那這是在某次改版之後就直接被移除掉 而是有人去問工程師說這個到底是不是bug 工程師才回說這個是正色喔 所以這個福利在莫名其妙的情況下就直接被拔掉了 那我個人其實是沒什麼感覺啦 因為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 我抽大獎基本上都是保底啦 變坑的第二個改動,合作推出更多進化形態 接著是我覺得變坑蠻有感覺的一個改動 最近的合作推出越來越多的進化形態 要求你抽越來越多的複製人喔 那其實合作需要複製人的這個改動是從天原開始的 天原的合作首度推出大獎的進化 小西蒙可以進化成大西蒙 而且大小西蒙本身還有合體的模式喔 所以你要玩到完整的強度 勢必要有大小西蒙喔 那不過這一次的改版還沒有到太坑 因為大西蒙是可以隨時推化成小西蒙的 但是接下來的EVA合作就不是了喔 EVA合作的進化是無法退化的 所以如果你要玩到完整強度 那你這個二獎的名字箱你要抽到兩張 那這個小獎的真理也要抽到兩張 所以這個合作開始就變得有一點點坑了 但是接下來的洛克人變得更坑了 這個一趴大獎居然要複製人喔 這個一趴大獎原本的形態 它會一空轉生成兩種不一樣的形態 等於是你要玩到完整的三種形態 你要抽三張一趴大獎 那接著的話是來到假面騎士喔 它似乎是已經把複製人大獎作為常態了喔 因為這個一趴大獎 ZERO ONE它一空轉生之後有兩個形態 但如果說你要玩組合技能 你要這個留這個型態去開組合技能 等於是我要玩到完整的形態 一趴大獎也需要三張喔 那更甚至在之後的改版呢 這種大獎複製人已經成為常態 像是這個樹毛寶貝合作 三大獎每一張都需要兩張才能有完整的一個技能組合喔 那到近期最坑的就是奇遇變成了210黑金喔 所以其實在合作上面官方一直以來就變得越來越坑 我想這個大家應該都會有感覺喔 變坑的第三個感動 古幣封印停止更新黑金以外的卡片 那麼接下來這個變坑的事情是跟古幣封印有關 如果你近期有再抽古幣封印就會發現 裡面的卡池好像很久沒變了耶 除了推出新的黑金會加入新的黑金之外 其他都是照舊 那最後一次更新黑金以外的卡片 是在嶄新時代以前的單星魂夢大獎喔 那自從嶄新時代推出之後裡面古幣封印基本上都沒有變動了 那官方有說他們會在特殊的時候去復刻嶄新時代的大獎 比如說像近期推出的天圈卡赫 就復刻烏瑞亞跟麻蜜圖 那其實對於古幣封印來講這是變相的縮水 因為以前的古幣封印就會放進之前所推出的大獎以及二獎 讓大家再有機會去抽到以前自家所推出的大獎 那其實這個變動也間接的縮水了古幣封印的價值 變坑的第四個改動 古幣交易不加入新開放的武裝 那麼接下來變坑的事情也跟古幣封印有關 在2018年推出了全新系統古幣交易 裡面就可以用古幣去兌換當期可以做成武裝龍科的自家角色 那像是第一期就推出了中國神 那其後只要自家角色能夠做成武裝龍科 他就會在古幣交易裡面更新角色 像其後推出的巫女跟龍史 他們都可以做成武裝龍科 也可以在古幣交易裡面兌換到指定的角色 但這個更新直到北歐神就被打斷了 北歐神在近期推出了他自己的專屬武裝龍科 但是古幣交易卻不更新北歐神 因此古幣的價值也間接的縮水了 變坑的第五個改動 合作黑金消古幣 那麼現在這個變坑的事情是跟黑金奇遇有關係 那我們都知道這次全新的一拳合作 他是首次以合作之名賣黑金的價格 他是效到210才能夠保底奇遇黑金喔 那其實我們看之前的卡池就會發現 黑金卡池跟合作卡池最大的差別是 他送的股幣量不一樣 黑金卡池一抽就會多送10顆股幣 那反觀合作只會送5股幣 那今天你既然奇遇是賣黑金的價格 我認為他應該就要送黑金卡池的股幣量 但他居然是送合作的股幣量 這也就間接的縮水了你能夠從抽卡機拿到的股幣 變坑的第六個改動 新時代卡匣排成加密 不知道你們玩什麼有沒有感覺 最近好像抽卡機推出的次數蠻頻繁的 合作之後接自家的嶄新時代 那其中還會插入黑金復刻等天選卡盒之類的活動 等於是好像每過一段時間就推出一個全新的抽卡機 但其實這個不是錯覺喔 因為從嶄新時代開始 他們就訂下了每三週除了合作之外 就會更新一次110保底的卡匣喔 那跟嶄新時代之前6到8週才推出一個175顆石頭 保底的自家來看 等於是變相的變貴喔 因為之前自家是6週更新一次17050 那嶄新時代是6週更新2次總共是210 所以如果說你是一個想要收集全圖鑑的玩家 那確實所花的石頭量會比較多 但其實近期的自家系列都做得蠻廢的 所以好像都可以不用抽 所以如果說你是以CP值去抽卡的玩家 反倒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但其實值得一提的是嶄新時代裡面的小獎 也很少在做更新 所以如果說你抽自家的嶄新時代就會發現 欸好像好像這個小獎的部分都是在抽畫糞池喔 所以也變相的降低整個嶄新時代卡家的一個價值 變坑的第七個改動送抽減少 接下來變坑的事情跟免費抽卡券有關 以往自家黑金錢簡直接登入送十連抽 但近期艾莉亞錢簡卻什麼免費抽卡券都沒發 除此之外近期的一拳合作 他的定位是黑金 但他送的免費抽卡券卻是以合作的標準來送的 他並沒有像是黑金送十連抽喔 那種種的改動都讓這個免費抽卡券的福利縮水了 那其實一拳合作是參照近期合作所收的免費抽卡券的方式去派送的啦 那其實近期的這個合作免費抽卡券也算是縮水喔 因為之前的合作最多是送到十抽的一個免費抽卡券 像是洛克人那一次就根據登錄的年數來送免費的抽卡券 所以以這些免費抽卡券的改動來看 確實在送這種免費的福利上面是有縮水的情況 變坑的第八個改動 減少關卡送十 那麼接下來變坑的改動跟關卡呢 拿到免費魔法石有關係 那近期的關卡能拿到魔法石的數量是有明顯的減少的 那我們以一季特許來看 那近期復刻的岩西你要通關好幾個關卡才能拿到一顆免費的魔法石喔 但事實上之前復刻的關卡只要有一張卡片它就做成一個關卡 等於是你每通關一個就拿一個魔法石 那更新五個就拿五個魔法石喔 所以以免費關卡能拿到魔法石這一點來看 確實是縮水的 那在近期推出的挑戰活動也直接把成就拿到魔法石的部分給取消了喔 所以現在能夠從免費關卡拿到魔法石的數量確實有縮水 變坑的第九個改動 競技場升階停止更新 那麼接下來變坑的改動跟競技場有關 競技場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推出進階挑戰 那成功進階就會獲得額外的魔法石以及免費卡片的獎賞喔 那自從這個階級更新到大笑之後呢 就沒有再往上更新了 那並且官方也明確的表示 他們不會再推出往上的一個階級了 所以大家如果說已經升到大笑的話 就等於是損失每一個版本更新所帶來的 升階魔法石以及素材 變坑的第十個改動 取消免費動態 接下來變坑的事情跟動態造型有關 以前自家的地獄集免費就可以獲得動態造型了 那現在無論是自家的地獄集或夢魘集 完全沒有做動態造型 更甚至之前合作的免費卡片 也都直接免費的給你動態造型喔 那合作的大獎也免費給動態造型 像炭章那時候是合作大獎加倍的時候 抽卡就直接送你這個動態造型了 那反觀現在的自家大獎 都是要用語音禮包的方式來去購買動態造型 那雖然說新增了這個升幽的配音啦 但是我個人覺得對於免費動態造型這部分 確實是縮水的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十個神魔近期變坑的改動 那雖然說神魔近期免費福利一直在縮水 但是老實說比起其他手遊來講 神魔已經算是便宜的 那今天這部影片也是為了讓神魔官方看看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做得更好的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也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 留下你的看法 讓我們一起讓神魔變得更好 那如果還喜歡這種全字幕的精緻影片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